我们的课程名称呢 叫做当文学遇上死亡 生死学冠照下的古今散文对读 那我们对读的呢 两个文学作品呢 一个呢是名代原中道 有居废路里面呢 他呢看到他的二个名中过程的一些记录 那另外一篇呢 现代散文呢 是陈一枝写他丧子之痛的异乡人 那这两篇散文呢 是我们这个课程里面呢 最主要阅读的文学作品 好那老师接下来为我们介绍什么呢 我想要先从 Tist in Heaven这个歌曲开始 Would you know my name? 你听过这首歌吗? 嗯我知道 在这首歌中 Eric采用了与儿子对话的口吻来写 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吗? 如果我在天堂遇见你 我们还能像从前一样吗? 这个问句是多么的卑微 又带着牵挂 Eric不只说他阴阳两格的伤痛 而是用摄问来开头 而且这个摄问还是对着已经死亡的儿子来发问 他的问法就好像在问一个九位磨面的老朋友 那样子的平淡 而也就正在这种平淡当中 哀伤被凸显了出来 歌词为了配合音乐可以朗朗上口 往往会采用反复引勇的手法 在现代流行歌曲里 我们称之为副歌 在后面的段落里 Eric也是写了一段副歌 再次用摄问 用平淡的问句 涂出了与爱子生死相隔的伤感 下山时师傅用装了土的小玻璃杯 送一人一棵幼树子 幼围家木 古词复礼常与菊树并称 我用心地浇水 放在窗台 接受阳光空气 不必刻意就看得到它 从长出白色的根须 发出绿芽 破土 一棵两棵三棵 使有目睹生长的欣喜 但更多的时候望着三棵绿苗 却有忍意不住的伤心 原来应该有四棵才对啊 成一支是依照着现在 过去现在的方式 来书写这篇异乡人的 这个方式经常用在书写回忆 先借由现在 拉开与过去的距离 使读者对接下来将要被叙述出来的回忆 产生好奇 最后又从过去回到现在 已经被叙述过的回忆 此时又与读者拉开距离 这样的方式 很容易就可以让读者在不知不觉当中 开始认同被两个现在夹在中间的事件 真的已经成为过去 甚至进而开始信任 那些事件的确曾经发生过 于是读者便能顺利的和作者成一支 所叙述的事件 回忆与感受进行连结 真正的感同身受 邮居废禄这本日记 是小修从名神宗万历三十六年 也就是一六零八年 那年的十月初一开始写的 一直写到十年后 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而小修是一五七零年出生的 所以这本日记记录了小修大约三十九岁 到四十九岁这十年间的生活与感受 而中郎是在万历三十八年过世的 大约是小修四十一岁的那一年 在中郎病逝之前 小修叙述了好几次他的忧虑 而这些忧虑被叙述出来的时候 都使用了不一样的手法 比如在八月二十二日 医生说没病以后 小修用的是益烧胺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这是带着忧虑的心安 而隔天晚上是醒时游泪沉沉也 在理智松懈的梦中 潜意识已显露了极度的担心 在这里很有趣的 这两天日记里的忧虑 被叙述出来的状态 都是已经被截至过的 梦中也不料凶亡 温宇慈言尽渺茫 骨肉可怜 凌若胜 独来山里伴之狼 明元中道 除夕伤亡众凶四渡门 其一 上述诗句是出自明朝文人元中道之首 当念的是他的二哥元中郎 诗中说的是 梦中一时忘记哥哥已经离开人世了 醒来才发现 梦中见到的哥哥的温柔言语 慈祥容颜都已经成空 元中道的兄弟骨肉 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除夕团言的日子又到了 他只好到山里来跟和尚作伴 这是多孤单的思念啊 死别这个令人伤痛的主题 不只出现在我们之前接触的 陈一芝异乡人现代散文的文本里 也出现在古典散文的文本里 文学其实是把我们带到远方 文学是让我们了解更辽阔的世界 文学是激活我们生命中 很顿大的部分 事实上我们在日常生活 我们只活了人生很小的一部分 那所以因而就是说 那个文学不是说 让我们知道已知的 而是未知的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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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